大家好 今天咱们聊一下金子兰 很多家庭中都有养养金子兰 不过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进入冬天了 进入冬天的话 如果在室内养护金子兰的话 这三个地方千万不要摆放金子兰 不然的话 它这个叶片是很容易出现一个发黄现象的 甚至这个花间急急没有抽出 那么是哪三个位置呢 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像这个门口的走廊 挂道 通风处 这些地方千万不要摆放金子兰 认为这些地方经常开门关门 来来回回的走动 如果一旦吹到风的话 它是很容易出现一个感冒的现象 而引起它出现一个叶片发黄的现象 一定要注意 第二点就是阴冷潮湿的角落 千万不要放金子兰 因为那些地方长期不能够接收光照的 这样很容易出现一个叶片 出现一个击沉的状态 如果严重的话 叶片是容易出现一个发黄的情况 再严重的话 它就会出现一个被动害的现象 第三点就是 一定要注意不要放到离热源太近的地方 比如说一些电热油丁 或者是暖气片的旁边 千万不要摆放金子兰 或者是一些空调的出风口 或者是一些冷液炉里 千万不要摆放金子兰 既然是对它的生长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这一点特别是一些出养金子兰的一些兰友 就是新手一定要特别注意平常养护了 特别是进入冬天一定要特别注意好这几点养护了 最后一点就是再大的生长期 最后给它补一下肥 它补肥的话 像我这颗的话 我就是使用这种微生物颗粒有脂肥给它使用的 而且对这个土芽不会造成一个板结的现象的 里面所含的有脂质成分是很多的 就是直接给它撒一小勺的花盘表面就可以了 这样让它根系吸收 它自然的有生长的更加的旺盛的了 所以花药们在进入冬天室内养护金子兰 一定要特别注意好刚才我所说的那几点就可以了 好了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下期再见